今天你们看我穿这一身就知道 我要去当裁判执法去了 这是我拿到这以后的第一场执法 我本来先想先从那个就是说 业余组的那个小朋友开始练 但是那个给我们分配裁判任务的说 最近任务比较多 因为这个每个星期几乎都能找到裁判的那个执法场次 然后呢最近他们有一个阿拉巴马中部联赛的一个 一个比赛正好缺人 所以今天就给我安排了两场 下午两点钟 一个16岁的以下的青年组 其实就是高中生了 我当编才 第二场比赛是17岁以下的那个青年组 我是主才 我的妈呀 竟然当主才 我连那种特别小的小小孩 我本来我本来预想的是啊 先去从那个小小孩开始练 练练手 但是一下就给我弄一高中生的联赛 而且还第一天就让我去当主才 我的妈呀 我就希望我今天不会被人揍死 今天是在这个草场上举行 这边这个小孩还没来 这边的已经来了好几个了 在这块场地上我们家小儿子曾经在那个球门进过一个特别漂亮的球 第一场比赛我是助理裁判 但第一场比赛遇到一个难题 对方球员 对方球队 只来了七个人 这是一场十一对十一的比赛 所以他们现在正在联系组委会怎么办 比赛开始了好紧张 2 hours later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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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我这怎么的情况 有人就问 不是要直发比赛吗 怎么突然变到星巴克来了 这是因为第二场比赛临时取消了 可能他也没有足够的人还是怎么着 刚才我当那个副裁判的时候 就是助理裁判的时候 其中有一个队 就是那个全是黑人的那个队 就只有七个人 他们的对手叫Hoover 是我们这第三大俱乐部 但是那个全是黑人的那个队 那个俱乐部 它相当于是一个哈利路亚 我佛慈悲的那种组织 组织了一个那种有公益性质的球队 所以你看全是黑人 因为他们想加入那个球队 不需要交易很简 然后呢就是因为所有人 包括教练啊包括所有的组织者 全是志愿者 所以你不需要交钱就可以去 但是像那种球队不正规 没有那种比较好的教练 然后呢人也马不齐 所以就经常出现这种问题 所以刚才呢那场比赛也是非常草率 只不过锻炼了一下 当了一场比赛的助理裁判 挺紧张的 还出错了 有一次犯了一个重大错误 就是在这个就在我掩个墙 马上这球就弹出去了 结果我没有反应出来 到底是谁弹出去了 那个球 然后球出界了以后呢 全场我周围一大堆人全盯着我 好像就是意思就是说 看你这个棋子往哪边举 到底谁扔界外球 主裁判因为试验被挡也盯着我 所有人都盯着我 我就在那看着周围 不知道怎么办 最后瞎举了一下 结果那个其中一小孩说 哎不是他碰上去的吗 应该是我们接扔球啊 我就说那好办那你来吧 反正就特别操事 像这种业余兴致的比赛 无所谓 所以出点错就出点错了 其他那两个裁判 对我另外那个 主裁判和另外那个军编人 是一对父子 两个人对我非常有帮助 然后那个中场休息的时候 还跟我说 什么地方可以需要改进 然后还一直在鼓励我 所以非常好 今天呢第二场比赛 本来是我当主裁判 他们在那 在那就是跟我说了半天 说你不用担心 看我们的棋子就行了 然后呢 反正但是没有捞着机会 但是那个裁判 那个派裁判那个人跟我说了 虽然你今天没有主裁 但是因为当天取消的话 不是你的错 所以这40美元 依然会给你 就相当于是白赚了40块钱 当巡编员好像是35块钱 所以今天赚了75块钱 哇 菠萝味真好喝 之前我刚拿到裁判证的 那个视频底下就有 就是就是那天 那个视频发布了以后 就有一些就是我看国内的 就好多人加我 我一看他们显示 就是什么国家一级裁判了 二级裁判啊什么的 就属于那种职业裁判 还有人给我发那个 私信说 哎加一个好友 我们以后可以沟通一下业务什么的 说实在话有点受宠若惊 因为我跟你们不是一档次 你们是属于那种 可能要往职业方向走的 但我这个呢 就是纯出于兴趣 我这是草根裁判 对吧 所以我这也就是说周末找点什么事干 然后呢 因为我媳妇经常教育我 不要有那种居安思危的想法 就是当你觉得你有这个 你觉得你最近日子过得挺爽的 已经没有什么笨头的时候呢 你一定要去找点自己 就是可以挑战你的东西 对吧 学点新东西啊 或者说去考个什么证啊 让你自己从有点新的挑战去做 就千万不能有那种 当你觉得你已经很安稳了 就想这么着 过了 就没有觉得什么 还有什么新的笨头了 估计那时候 也可能一些什么不好的事情就要发生了 所以我有点迷信这个 所以当我每次就觉得 日子过得挺爽的时候 我就非得要给自己找点事干 你像我当年上大学的那会儿 但那时候我还不认识我媳妇呢 我爸我妈也是这么教育我的 就是说你趁着年轻要多折腾折腾 多挑战一下你自己的极限 要不然你永远不知道你自己潜力是什么 那个时候我是一个特别害羞的人 所以呢 我就逼着我自己去给去报了一个名 就是我们系的一个演讲比赛 你想当时我是一个特别害羞的人 我不敢在我们班面前去讲台上去讲话 但是我逼着自己报了一个 就是在全系面前去演讲的英文演讲的比赛 然后我报完名以后我就特别后悔了 然后我就仔细的去准备啊 准备了好长时间 然后呢 演讲完了以后 我觉得整个那过程体验完了以后 是一种特别痛苦的折磨 但是一旦你完成了以后 你就会发现其实也没什么 就是这种感觉 然后后来有人说 这个出国留学也是一种不可能的挑战 对吧 非常痛苦 好几年折腾 最后你签证没过 不然你走 我就说我他们不信了 你们说难的挑战 我非得要试试 我成功了 对吧 然后他们说在美国 如果你要留学的话 你要是理科中转文科特别容易 文科转理科几乎不可能 我他们就不信 我刚来的时候是文科 然后我就硬转了理科 现在成功的转型了 然后呢 我以前化学特别不好 然后尤其是我高中的时候化学极差 然后我就 我就这辈子 我都不想跟从事化学的人接触 但是我就挑战我自己 我说我他就不信了 结果取了一个 那个药物化学博士 我媳妇周围 你像平时经常来家里穿门的 也都是跟化学有关的 冰箱哪儿啊 墙上贴的都是化学方程式 乱一八糟 现在看习惯了 也觉得不恶心人了 对吧 以前看这东西觉得可恶心了 所以你经常要找点什么事 去挑战你自己 所以我就喜欢没事找点什么刺激 你平时在家没事干 那我去考一个 我与其在家里头睡一下午 我还不说 你像以前踢球的时候 就那种感觉 现在年纪大了 没法上去踢了 你可以当裁判呢 跟着人家在边上跑一跑 对吧 今天的感觉就特别爽 今天你得一直跟着 那个倒着第二个防守球员的 那个横向那儿移动 跑过来跑过去 跑来就像螃蟹一样 跑来跑过去的 但是今天下午 确实给我热的挺够呛的 然后第二场比赛 没有执法成 虽然赚着钱了 但是还是觉得挺亏的话 这是一次特别好的一机会 给15岁的小朋友去执法 因为我下个星期 有三场比赛 我全是主裁判 是给那个10岁的小孩 然后呢 没有那个助理裁判 就整个就是我一个人当主裁判 我想着今天呢 我去当个主裁判 我去感受一下 在下个星期的话 就我一个人了 没有人辅助我了 但是给比较小的小孩 我可能 我觉得那个可能 我还会更自信一点 不过没有关系了 下个星期再来呗 反正挑战 这个星期没有 下个星期还会继续的 总会有新的挑战 其实我觉得 其实当裁判这种 这种这种 这个活挺有意思的 我准备 因为他这个最低的年龄 好像是16岁 我就准备 等奇迹妙吧 16岁的时候 我就让他们也去考个证 因为当时我去考 那个裁判证的时候 人家就说了 说你以后让你家 就是说就跟所有人说 你们家如果有孩子的话 就让他们来考证 因为高中生一般都会 在美国家庭里 很多高中生比较上进的 都已经要开始自己出去 到餐厅去打工了呀 或者说快餐店 你看在这快餐店打工 基本上都是小孩 都是高中生或者大学生 就是为了他们要打工的 所以基本上 没有给那种全职的人 这个 所以你说 你与其让你孩子 去餐厅给人打工 你不如让他们来 这个当裁判的 对吧 执法一场比赛 哪怕是助理裁判 也30多块钱 你一天一班都能给你 执法个两三场 那你一天就能 挣个100美元了 对不对 尤其是刚才我跟那个 就是那个小姑娘聊天 就是刚才本来要给我当助理教练 那小姑娘 他说上个星期 他去一个就是 那个锦标赛执法 就是一个周末 新六星期天 他好像执法了 七八场比赛吧 还是八九场比赛 反正排的挺满的 上午三场 下午两场 有的时候是上午四场 下午三场 反正你一个 一个周末下来 四五百美元 你就赚出来了 你要在外头 打工一天到晚 累累巴巴 你可能也就赚100多块钱 对吧 所以我觉得 你既能锻炼身体 还能赚点零花钱 对吧 所以我觉得像这种草根 草根裁判 其实咱也 对我来说 我也不是稀罕他那钱 就是想找个什么地方 可以锻炼锻炼身体 体验一下 年龄大了 还能在足球场上 奔跑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挺好 那么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 下个星期 三场比赛 我还会继续 这个用第一人称的视角 带大家来看一下 点赞加关注 带您看 整事物包装的美股 请记者 hanya订阅 具品费 点赞加关注